再听话的狗也不要让它单独的跟小孩在一起 直到其中原因之后 让人后怕不已 狗它是等级地位非常分明的一种动物 它天生就会在家庭中寻找自己的地位 有两种情况之下 狗会对自己家的小孩非常好 一种情况之下 就是认为小孩是它的上级 它要扶成上级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狗认为小孩是属于它的下级 所以它有保护欲望 狗把狼群的等级制度很好的继承了下来 但是这种等级制度 它是随时在变换的 有时候狗会认为自己的地位提高了 有时候狗会认为自己的地位变低了 甚至有的狗连自己家的女主人 它都不放在眼中 这种情况之下 它就有可能挑战其他的家庭成员 就有可能发声不测 虽然是极小概率事件 但是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有我们大人在旁边的时候 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千万不要让小孩与猛犬独处 也真的有可能可以 打托了